監視器畫面中的男子在石門分住所裡面 頭髮凌亂衣服破就不堪 還提了兩大袋的隨身用品 金山景分局石門分住所的遠景 在這個月的3號晚上 發現一名蓬頭垢面的男子 左手提著束帶物品 右手還撐著一把傘 在夜間一個人獨自走在石門區的台二線上 而遠景巡邏時看到 擔心會發生交通意外 因此才會向前詢問 燈光非常的昏暗 擔心他發生危險 於是下來關心盤問一下 然後才發現他語淹不響 以示罹患精神疾病 那其中啊 該男子一直強調說他肚子很餓 我們就把他帶回派出所先來做安置 那並且耐心的詢問他的姓名連擊資料 但是他一直言之反覆 我們也是利用警政系統 把他的這些騙亂的資訊拼湊起來 夜間的台二線燈光昏暗 入浮寬敞來往車速快 而遠景向前問這名男子 天氣這麼好你為什麼要撐傘時 而這名男子只回答他肚子餓 最後帶回石門分住所內了解 才發現這一名男子自稱姓佐 年紀大約43歲 但是他居然遠從桃園中壢步行到石門 讓遠景趕緊用警政系統來查詢 幫他聯絡家人 他自稱是從中壢那邊走過來 當然我們是覺得很訝異 那經過家屬前來 前來把他帶回去的時候 我們向家屬求證 那家屬也告知說 該名男子的確確是住在中壢 他這樣子一路從中壢這樣步行走過來 遠景過濾數十筆的資料 最後查到他真實的姓名 並且聯絡到家屬 後來才得知這一名左姓男子患有精神疾病 家屬卻無奈表示 左姓男子經常無預警的離家出手 而這一次居然走私了超過兩個星期 幸好被熱心的遠景發現 讓他能夠再回到溫暖的家 記者是短藝師們採訪不到